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可能你早上出门的时候 本身太阳路还是很大的 但是其实走到一半下雨 其实我也曾经试过 然后甚至是又大雨又大风真的很冷 是的 拿一件风衣出来其实也有用 所以其实选一些本身它是可以接得起来的话 然后可以收到袋子的风衣 其实是方便很多的 就像这件这样 其实它最后是可以接到这个尺寸 这个真的是超有趣的 很小的那样 还可以揉上身 可以揉揉 我觉得这样是超方便的 还有本身这个设计 我很喜欢这些 这个模型其实很漂亮 少女一点 没错 你暂时还可以带到的 我应该可以带到一段很长的时间 也是的 好吧 可能如果有走开山的朋友也有听过 香港有四条叫做考牌路线 但是其实完成了 不是真的会考到牌的 只不过是四条比较 难度比较高 路途比较长 还有中途通常都是没有部级 还有有差不多的难度 要上上落落的一些路线 那四条路线记不记得是什么 我当然记得 我发梦都记得 其实最轻松的那一条 就应该是这个杯凌双道 我想这个是最多人会听过的 其实它就在青山 就是屯门青山那边 一直走几座山 我想十个八个山头都有 不断上不断下落 然后最后就在屯门 走到那个源头山那边 其实基本上走过了大半个屯门 那第二条是这个 我们当时第二条走上九蛾岭的 它就叫做三蛙泉走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经历 因为我们九蛾岭其实 我想大家听过香港很险的一座山 其中一座是南蛇尖 其实九蛾岭是比南蛇尖 更加险要的其实这一座山 然后其实我当时是没有走过九蛾岭的 然后我们有一帮志同道合的一些好朋友 就说起我们要一起挑战这四条的考牌路线 第二条这个三蛙泉走 其实就是它有分九蛾岭 其实有分东九蛾 中九蛾 西九蛾 其实是同一天里面 你要走这三座这三条路线 所以其实是上完山 再下山 再上山 还有中间有一些险位 一线生机那些 一路爬上去 记得那一字本身都很辛苦 是的 第三条其实就是这个 环湖出嘴 魔鬼兽 环湖出嘴 魔鬼兽 总之它是最远的一个 其中一个最远的地方 其实那里有一个叫黄竹角咀 那里其实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它是有一只好像鬼手这样的形状的一个 风化了的一个岩石 是不是岩石 是的 岩石 其实很多人都会特意乘船 无名而去就是去看这一座鬼手的 但是我们那次就是那条路线有30km那么长 然后又早上走到晚上 就兜了整个船湾淡水湖再出去 摸完鬼手再兜回去大美督那边 是的 还有有一条呢 应该是最长的那条 不是 环湖出嘴 魔鬼兽才是最长的 是一尖三咀四弯 我以为一尖三咀四弯 大浪一尖三咀四弯 是怎样呢 刚才说了九牙岭是比蓝蛇尖更加难 其实蓝蛇尖也是这四条里面之一 没错 我想起来都挺辛苦 那时候我们就走了去蓝蛇尖湾 然后兜回去三个咀 米分咀 长咀 短咀 再兜过四个弯 我不肯定记不记得这四个弯 我记得咸田湾 东湾 西湾 还有一个大浪湾 好像不是 不要紧 四弯就是四个沙滩 其实那次都走了 差不多一天 其实那次都是 我记得都是天黑的 我们刚才说到这几条行山的路线 其实它都需要很多庄备去带上山 例如我们刚才这个头灯 其实头灯 其实我们那时候走环湖 去摸鬼兽 其实走了十一个小时 由早上七点走到晚上的八点左右 所以其实走到 未到山脚 其实已经天黑 我们已经用到这个头灯 还有这些这么难走的路线 其实我们都要用到手套 因为我们要爬上爬下 摸那些石头 其实很容易会戒掉一只手 所以其实老公手套就已经很足够 所以要买一些特别贵 当然特别贵的 那一定是性纹更加好 我们就还有这个 送给你 还有通常我们去行长路线 都会戴定水袋 因为其实水袋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放在背囊上 然后其实那些行山背囊 它是专业的设计就是给水袋 那条管就可以通关在前面 所以其实你走到很累很累的时候 你只要拿着 就这样一手拿上来 就已经可以喝水了 除了刚才说的背心和褲之外 其实有一样东西是长期 都在我的背囊里面的 无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以前都没有发觉这些东西那么重要 我长期都会穿在身上 对了 AVUS就是长期都穿在身上 其实就是一件风褲 因为其实这件风褲真的很重要 它其实夏天的时候 好像AVUS那样 是用来去防晒 我经常都不明白 为什么它在一个这么热的天气里面 它都可以穿着这件风褲 因为真的很怕晒 是的 所以其实它的肤色是 都不是特别 都不是特别 对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那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行山的经历 为什么会开始行山 和走过什么容易的 到后来什么进阶版 有什么行山的装束 或者装备的心得 都跟大家分享了一点 我们未来几个星期 都会有其他的集数 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小心得 我们下集就会去讲一些 很多女生都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我们怎样可以防晒 我们一路行山一路去晒黑 所以大家记住 就密切留意我们下集的内容 好了 拜拜 这一下 还有下集中 有些什么 是